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台风烟花在浙江贫湖沿海再次登陆 一个是它带来的风暴潮 一个是它本身的剧烈的降水和强风 带来的这种可能引发的洪涝和其他刺身灾害 滑坡等等 怎样做好防范 如何减少损失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的最新进展 被网友称为不一样的烟花的第六号台风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我们该如何应对 今天晚上演播室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一位是中国水科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坤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台风烟花最近的轨迹 昨天中午烟花是在浙江周山普陀沿海登陆 今天上午9点50分前后 再次在浙江嘉兴平湖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 那么关于烟花对浙江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稍早前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午1点左右 潮水抵达浙江海宁拍起十几米高的巨浪 为了确保安全 当地封闭了关潮入口并安排专人巡查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嘉兴河王水位普遍上涨 截至26号11时 嘉兴共有9个主要报训站均超保证水位 截至中午12点 嘉兴处理险情累计4247起 22号80至26号60 雨窑最大累计雨量已达951毫米 破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过程雨量极致 持续不断的降雨让浙江宁波很多的路段以及河道都出现了积水或者说水位不断上涨的情况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禧的一片葡萄园当中 我们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到了我的大腿的位置 而整个葡萄园也是泡在了积水当中 宁波市海蜀区117个村社区有不同程度进水 目前海蜀区共转移各类人员41013人 截至26号上午10点 宁波市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40万亩 累积损失7亿多元 转移人员74万多人 开放2164处避灾安置点 最新的消息是烟花已经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 进入了江苏省吴江县境内 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的凌晨将会以热带风暴的强度进入安徽 并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那么受台风的影响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记者的采访 浙江上海宁波等地的机场高铁客运是罕见同时停运 多地停水断电 浙江上海超百万人进行了一个大转移 那么这一次的烟花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台风 我想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不好 杨准人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台风 它到底为什么这一次的影响力会这么大 烟花这个台风吧 从台风的强度来说不是特别强 它最高的时候是14级 到了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但是这个台风有一些特点 第一个是个头比较大 就是范围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水气比较多 它带来的降雨比较多 另外还有一个正好赶上天文大潮 天文大潮就是会加重台风的灾害 因为它海平面会升高 所以很多网友会说 名字听上去很美丽 但是没想到威力却这么大 是 这个名字烟花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是整个亚太地区 受台风影响的 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气象组织 每一个组织提供十个名字 这十个名字就轮 其实2015年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烟花 但是那次烟花可能没在中国大陆登陆 所以大家就没有什么印象 这一次正好又轮到这个名字了 现在就登陆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烟花 还真像在地下跑的那个烟花 它就是什么呢 速度特别慢 这可能跟以往的台风不太一样 就是步行的速度 而且步行方向还不明确 就是溜达来溜达去 然后对于整个的 你看它那个线路 就已经形成那个线路 就走走停停 然后拐来拐去 那么这样可能就是对于一些 地区它对于台风可能带来的降雨 以及大风产生的这种危害 这种判断可能会产生一些困难 的确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 这次的烟花大家看到走得非常慢 而且很多的专家和网友 都用迷之走位来形容 这次烟花的一个路径 而且还有人说同一个台风 在浙江两次登陆 这个情况其实也并不多见 其实上一次说的登陆 其实是周山群岛 所以这次的烟花 杨主任我们跟以往的台风相比 它又有什么雨众不同的一些地方 这次的台风的特点 就是降雨特别大 因为在前期 包括在台风登陆之前 实际上它的前端的雨 已经在下了 今天我看统计 浙江省的一些站点 已经有过程雨量 有900多毫米的雨量 就是说很多河流 已经超过历史的最高水位 所以说它的台风的特点 就是雨量大 在一般的台风 普遍的就是4500毫米 就是风值 就是最大的降雨量 4500毫米是很常见的 像这次的900多毫米 那是比较少见 那它接下来我们看到 它的风力和影响程度 会不会逐渐降低 这要看以后面的水汽的 它的路径 还有水汽的补给的情况 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预料还是不会 就是说现在对台风 后期降雨的预报了 不是特别的准确 就是还是有迷之走位存在 那这次台风的烟花外围 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台风 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第7号 台风查帕卡 还有一个是尼波特 大家说这个三台共舞 那这个影响和接下来的危害 会不会更大 它最重要的影响 就是说台风的路径不确定 因为有这个大的天气系统 就跟我们所说的三体 有点像 有三个 它有三个星球互相影响 这次有三个台风在互相影响 所以它的下一步的路径 就不确定性就很大 所以我们还是对未来的 这样一个可能的灾害情况 需要做更多的一些准备 因为这次烟花它主要的影响的区域 就是华东的三省一市 正好就是长三角的一体化的 这个试验区的这个范围 那么相对而言 就是这些地方 它对于沿海地区 它整个对于台风的防范的这种机制 和经验也比较丰富 机制也比较成熟 往往就是在台风发生的时候 你看就是在2019年 那个利奇马那个台风的时候 从浙江温岭登陆的 然后整个影响了十几个省市 那么最后在温 就是在这个温岭这个地方 没有死一个人 在全国整个这个有几十个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死亡 也就是说 反倒是这些沿海的地区 它对于整个的防范的措施 因为它有经验 又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你比如说 在这个刚刚5月28号通过的 就浙江防汛防台抗旱条例 也就是说 像沿海地区 它会把防台专门列出来 作为一个 它的一个防范的一个标准在里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目前江苏的情况 太普河是流经 护苏这三地的流域性骨干河道 也是太湖行洪的主要河道 受台风降雨 及天文大潮的影响 江苏省水利厅 今天是发布了太普河洪水乘策预警 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钟 太普河屏望占水位达到了4.1米 超过保证水位 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保证沿岸防汛安全 目前作为太湖主要排水口门的 太普闸 以全线关闭 苏州市吴江区 在太普河沿线 安排了24小时人员巡防 同时组织部分村镇人员撤离 我现在是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上衡村 那么我身后这条河道呢 连通的就是太普河 那么因为现在太普河的水位 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 这条河道的水位也是特别高的 我们看上去几乎和地面已经平齐了 那么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呢 从昨天晚上开始 村委会已经组织部分老百姓 陆续的撤离 而我们此刻看到呢 还有消防队员正在岸边 对低岸进一步的进行一些加固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整个苏州市吴江区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已经有6000多名老百姓呢 安全地撤离 在平旺镇的一个安置点 200多名被转移群众 在学校内的室内篮球场集中居住 现场连时加强了用电和用水保障 安排了专人送餐 目前呢我们全镇已经转移了 1400余名老百姓 我们呢为他们提供了 基本的餐饮水电的供应 截至26号12时 受台风烟花影响 江苏全省已经转移人员 264537人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 本轮台风可能还将在江苏周边和境内 停留4天左右 同时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 截至26号下午13点 太湖平均水位3.56米 上位到警戒水位 未来随着台风影响 水位还将持续上升 但总体水情可控 我们知道浙江沿海等地 每年都会遭遇台风 而且主要就集中在7到10月份 其中8月份登陆台风 个数是最多的 强度也是最强的 那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 沿海应对台风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它的机制也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面对烟花 我们再来听听杨主任 您觉得各地有哪些成熟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是可以推广和复制的 比如说沿海地区吧 它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像这个渔船会赶避风 渔牌商人全部转移 还有这个停工 停客 停运 还有停山 等等 这些非常规的措施 都是在沿海地区是非常常见的 另外我就觉得现在有一个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 大背景下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 超标准的一个洪涝灾害的情况 比如说这次的降雨 有些地方就超过了降雨历史的机制 水位也超过历史最高的水位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 就是说全球气候变化 它有个最大特点 就是说降雨的天数会减少 但是强度会加大 就是说会在更短的时间内 降更多的雨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这种极端强降雨 更多的发生 而且从台风的角度来说 台风会变得更强 它个数不会变得更多 但是会更强 超强台风会更多 危害了也会更大 对 所以而且这次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在于除了台风烟花 同时还有天文大潮期 大家说是风雨潮三碰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就更要精细化了 对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对于那些 某一种自然灾害 特别频繁的地方 你反倒不用去操心它 它可能经受的这种 过去以往的这种经验 让它形成了整个人的一套机制 但是反倒是对于一些 可能平时经历 比如说台风或者是暴雨 那么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地区 可能在领导的决策上面 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可能有侥幸心理 因为你比如说像一个城市 如果要是全部停工停产 那可能是意味着一种损失 而且你做这种决策 有时候往往它是一个悖论 也就是说 因为你做了很好的防范措施 到最后感觉上好像 这些防范措施 因为最后没出事 所以这个防范措施 好像也没那么大的必要 下一期可能就放松警惕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 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应该以人民的生命至上 也就是说 那么相对而言 那么要更加 比如说在不太好判断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往前迈一步 又给更多的一个余量 那么我看到有一些论文的话 就是论述过 就根据这么多年的 很多地方的发生的台风 以及其他的一些大的自然灾害 也就是说 如果更早的发 这个更高级别的预警 这样的 那么一般来说 它在信息传递的过程的话 就会更广泛 而且更到位 到最后呢 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它的减灾的这个效果的话 就会更好 没错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的情况 受台风影响 上海市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 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响应 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我现在是在上海 陆家水 滨江公园的观景平台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花坛 已经出现了倾斜 观景平台上 也残留了一些泥沙 昨天下午雨量较大的时候 整个观景平台 已经被水淹没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目前滨江公园 属于封闭的状态 而且不排除下午 随着雨量加大 有再次被淹没的可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提醒广大的市民 台风天气一定要减少外出 注意安全 截至昨日22时 上海市投入应急 值守巡查20万人次 受大风影响 上海洋浦区一商务楼 26层LED灯摇摇欲坠 上海洋浦消防员到场后 通过绳索下降的形式 进行处置 在风雨中将脱落的LED灯条取下 昨日晚间 上海静安已写字楼 33楼储水箱 在风雨吹击下铁皮开裂 并发生脱落 上海静安消防接警后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排除险情 我现在是在上海地铁 二号线的陆家嘴站 今天受台风的影响 上海地铁有六条线路停运 九条线路缩短 但是我现在所处的 二号线看起来 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目前雨一直在下 我们观察到 跟往日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今天乘坐地铁出行的 市民数量有明显的减少 国家海洋预报台 最近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以及风暴潮红色警报 预计上海浙江北部 近岸海域将会出现 五到七米的巨浪到狂浪 同时部分地区沿海 将会出现 八十到二百厘米的风暴增水 那应对台风的相关的部门 城市居民 还有我们说海上从业者 他们该如何防范 包括我们每一个身处 城市中的这些居民 他们该怎么做好 他们自己的防护 我想也是大家 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一个 刚才刘老师也谈到了 就是说一个预警 我觉得需要一个更加精准的预警 比如说我预报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洪水 会不会有这个 会有多深的这个积水 这就需要一个我们防灾减灾这个行业 需要一个数字化的转型 通过精准的这种这个数学模型来计算 说对未来一个预计 然后说有百年一遇的降雨 会有个什么情况 我工作的短板在什么地方 我什么地方需要去整改 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到了临近的时候 后来比如说马上了 我这个一个小时后 两个小时后 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地铁会不会进水 地下的通道会不会有积水 等等等等 如果说在针对这个具体的情况 做这样的这个短时的精准的预警 可能对这个我们居民啊 对海上的作业人员等等等等 有更好的一个指示 我觉得这是将来的一个方向 但我们一直说天气预报 是最难预测的 在技术上这些手段 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熟的力度了吗 这个完全精准的去预测天气的走向 肯定很难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在防范措施上 其实有一些观念也可以逐渐的 根据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 你比如说在海上养殖的这件事情 受台风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经常呢 这个有统计呢 在海上养殖的损失呢 大概60%都是由台风引起的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福建呢 他们就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 这个台风的风险就是指数 对吧 那么如果要是说最后在大家产生了风险以后呢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通过投保的方式 最后来解决 那么也就是说不要为了说 我一定要这个防止台风把它破坏了 破坏破坏 我们通过经济的方式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另外呢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呢 就是这种提高自己防护的意识 学习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在每一次水灾也好 台风也好 我们都能够有这种感受 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汽车里头 那个破玻璃的那个锤 到这一次的话呢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有汽车淹在水里的话呢 仍然没有这个问题 包括周围去救援的人 也没有人的话呢 能够随时抄起一把消防斧 对吧 那一下就砸 把玻璃就砸开了 但是呢大家都是拿个菜刀 或者是拿着拿个石头 去解决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部分人的这个 对于自救 对于防护的这个措施和能力 都是需要提高的 需要训练的 所以也要从我们自身 做更多的这样一个预防和准备 对 好 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台风烟花有着一个很美的名字 看起来性子似乎也很慢 但确实实力强劲 让人头疼 那么这一次烟花过境 各地的损失还在扩大中 各有关部门群众 都在积极主动地抗击台风 化解风险 当然同时也是再一次提醒了 我们每个人要随时做好 防御超标准灾害的准备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